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博士金认为需要一个细细性 出乎意料 有灵性的深刻透视 需要能带来希望作品 重点在被毁的双塔地底下 它形容为回忆之机 循序健身的建筑 形成有象征意义的整体 螺旋转向自由女神 广场名为光这些 转印车站建筑 就像一只自由之鸟停在广场上 2003年初总规划公开展览后 李博士金最后赢得总规划的设计 独立的纪念地进图争选 以2003年4月宣布了各方代表人物 共有13位评审 包括了夜战纪念碑设计者林英及James E. Young教授等 2004年1月6日 显出建筑师Mike·艾拉德的照应空缺 作为911纪念地的设计图 最后并邀请了Peter Walker合作 完成了负责设计纪念地的整个工作 2004年7月4日 911现场接起布幕开工 花钢石上面刻着仅此追念在2001年9月11日上升的死者 变现给不灭的自由精神 这是李博士金提出1776尺高的自由塔 七个多月之后的事了 总规划期待真正呈现了过去 但是对未来发生 既有场所意识以历史侃 理想上能够前瞻充满生命 见证那些曾经发生的事 总规划提出 必须迎向21世纪永续经营的典换 注重生态工法 可更新能源 博物馆的纪念地概述是这么说的 纪念地设有两个巨大的瀑布池和反射池 每个大小约一英亩 位于原来双子星大楼的足迹内 纪念广场是有史以来最环保的广场之一 反射池周围有400多棵树 设计传达了希望和更新的精神 创造了一个以繁华大都市平常的景点 和声音分开来的可沉思空间 沼泽白橡树在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沙沙作响 这片树林在春天带来的绿色的重生 在夏季提供了凉爽的色调 在秋天呈现出季节性的色彩 树林中的小空地被称为纪念林地 为忌讳和特殊仪式画下了一个空间 下一集我们将重点介绍纪念地设计形成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